文佛音 剑佛法 佛学术语 要翻译的能让没有佛学基础的信众一看就明白 并能依此经文践行是有很大困难的 今天小编是这一平时的语言描述心经所传达的意境 当初有位善于观察自我的修行者 一直回到彼岸的方法进入深层思考 他发现众生以自我立场 评断线前情境的好坏顺利 心生爱憎分别 痛苦烦恼便因此而产生了 佛陀对舍利子说 舍利子啊 宇宙中凡事存在必然变化 凡事不变化必然不存在 我们的心也是如此 舍利子啊 情境只是意识变化 没有好坏顺利 竟够增减 我们的心情要像镜子一样反映当下 不要想它怎么来怎么去 不要以自我立场去分析眼前情境 也没有所要分析的对象 没有主观想法 眼前情境没有顺利 内心也没有爱憎分别 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 苦无从产生 也没有苦需要消除 身心与当下合一 无所欠缺 也无所得 虽然无所得 但修行者 以智慧到彼岸的方法 悟通生命实相 他的心没有挂碍 也无恐惧 远离颠倒梦想 豁然顿悟 过去 现在 未来的开悟者们 都以智慧到彼岸的方法 达到最高觉悟 因此我们知道 智慧到彼岸的修行方法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是真实不虚的 智能彼岸的境界 美妙地无法用语言描述 我来歌颂畅勇 去啊 去啊 去彼岸啊 大家都去彼岸 迅速完成开悟 多美妙啊 心经虽然只有短短260字 但所蕴含的佛法智慧 并不是我们反复所能估量的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 过分执着于经文意思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以下这几点注意事项 小编希望大家能够谨记 一 不要探求心经的意义 心经几乎囊括了佛教经典最重要的技术概念 如 五蕴 色空 苦及灭道等复杂具体的技术概念 非一日一月 或今年之功而能明晓 网上很多对于心经的注解文章 并非出自开情的高僧大德之手 有些是以凡夫之念理解注视 容易引导初学者形成偏见执着 读诵心经 最好先将经文数据于心 依靠心识累识修行的力量 来误解其意 顿悟或见悟心经的深意之后 再参考高僧大德的说法解释 来验证心经无上甚深的佛学智慧 二 抛开蚊子的束缚 念诵心经时 脑中不要出现文字形象 文字会律起 分别外向产生执着 阻碍自然心理对心经的真理的误解 降低心经佛力对生命的良性改造 初学者一般都要借助文字方便 但在能够背诵之后 应该慢慢丢掉文字 最好不要去墨写或者听写经文 如果条件许可一开始 就通过录音或光盘听诵经文 一开始就丢掉文字拐杖 去除文字方便 效果更好 三 先念诵 结尾咒语 每次念诵 最好先念咒语 接地 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婆喝 念完咒语 再从头念诵证文 咒语是范为音译 念咒语就等于念梵文 因此佛力潜入内心的效果最好 四 自念他念 自立立他 心经可为自己念诵 也可为他人念诵 例如亲人 好友患重症 绝症 就可为其念诵心经 念诵时要心诚 念诵完一遍之后 定要回向 可先念诵一遍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庆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统生极乐国 然后默念需要经文的亲人 好友名字 达到自念他念 自立立他的目的 五 守念佛诸 前程诵念 念诵心经时 打坐念诵最好 念诵一遍 念一颗佛诸 一是方便计数 另一方面 心是与佛诸感应交道 长期念诵 经文力量 贯注于佛诸中 佛诸可反过来 护持念诵者 六 念诵万遍以上 心经念诵的次数 越多越好 最好超过万遍以上 必须每天念诵 念诵时间 可在清晨早起 或晚上睡觉之前 早晨刚刚睡醒 头脑清晰 精力充沛 这时念诵心经 配合呼吸 可达到强健身心灵的作用 晚上万籁寂静 此时念诵心经 较容易进入场关 七 断句均等 配合呼吸 现在较常读诵的 心经为 二百六十字版本 每句字数 较为均匀 念诵心经时 停顿处要均等 人在心平气和时 呼吸是自然均等的 因此念诵时 可每吸一口气 或每呼一口气 念诵一句 每吸一口气 或每呼一口气 做句号停顿 我们应将念诵心经 作为恒常之态 只要生命不停止呼吸 不管昼夜醒睡 都在念诵心经 最后小编再来分享一下 念诵心经的进阶篇 如何让念诵心经 变得更有功效 我们说念经念咒 功效大不大 第一个 我们早就说过了 为什么要求四归一呢 就是看你信心有没有 信心没有的 没有根的 你这个数再大 没有根的 你栽在哪里 两天就粘掉了 长不了果子的 那么你有根 信根坚定的 那你念的经咒功效就大 第一个还是信心 第二个 你菩提心有没有 因为一切经咒 都是度众生 把苦与乐的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 你虽然信心是有了 功效只是到这里为止了 大的功效发不出来了 如果菩提心剧组的 真正不为自己 把自己抛开 情愿牺牲自己 为一切众生的 那你念这个经咒 马上见效 我们看古代 他们念 晦记金刚的什么东西 力量大得不得了 马上一些功能都出来了 经上也说的 为什么现在的人 念了很多 没有效呢 那就看你自己 念的人的心不一样了 第一是信心不够了 第二是菩提心没有了 那你再念 功效就没有那么大 受到限制 我们说 药师经 大家每天念的 念药师经的功效 大得不得了 但是你念呢 你感冒的还在感冒 咳嗽的还在咳嗽 乃至于病的还在病 那就是念的心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地方 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学正法 在红正法 有些小的魔杖来了 你把它消掉 是消魔杖 这个是好事情 只要不要大的 不是中断的 没有关系 只要不中断好了 你用感冒 把你过去 无史以来的 重的地狱 恶鬼的那些业障 消掉了 不是很轻松吗 所以这些 也不要怀疑 但是功效大不大 它是决定 在你对三宝信心 跟菩提心上 这个 要自己去衡量 如果你说 你要念经咒 要功效大的话 就赶快把信心提起来 赶快把菩提心发起来 但是赶快 又不是凭口讲的 我赶快发菩提心了 发不发得起 看到人家受苦 你是不是 情愿带他受呢 这个恐怕不会 不要说我们 南陀 佛带他到地狱里去看看 看见把罪人插进去 丢在锅里间 啊 痛苦的不得了 后来看到一个锅空的 他就问佛 怎么回事 佛说 你自己问 他就问那个狱卒 这个锅怎么空的 狱卒说 人间一个南陀 他为了天上的享受 修行 修行了升天 升天好之后 享受 想完了 就会到这里来了 他就赶快跑开了 只恐怕知道 他是南陀 把他马上插进去了 那就是害怕了 这个菩提心 就还没有真正生起 真正生起了 那你为一切终生 代苦也不怕了 但是他那个时候开始信佛 他的出家 是看到天女的好才出家的 他当然这个时候还差一点 但这一次看过之后 他知道恶道的苦以后 真的发心修行了 这就是说真正的修行人 念咒 念经 菩提心 信心生起来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生起来的 我们天天在念五字真言 菩提心 菩提心 天天在发了 到底你发了没有 我们说天天念 天天念 就是叫你发的程度 一点点击起来 我经常说这个话 量变可以导致质变 四规一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四十万 一百万的念 规一的心就会坚强的 一方面三宝加持 一方面是你不断的不断的 不断的串袭 就会生成力量 那么 我们天天念经 一天四座 每一座都要好几次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为什么 把你这个力量增强了 你不要念皮了 哎呀 天天那几句话马马虎虎 念着念着就打瞌睡了 这个你自己把那些力量都损失了 没有了 所以说不便宜 我们既然来了 好容易碰到这些经了 你念一道 一道的力量念两道 两道的力量你去打瞌睡 你东想西想 或者甚至人家念咒了 海公上师经常说的 中间念咒的时候是 韧上加纲 这是最刀口最紧要的关头 偏偏一念咒 吧 抽小姐去了 抽小姐不是真抽小姐 外边去耍一会儿 我看到有些人 甚至于抽大姐 大姐抽好了回去呢 还在那里充壳子 这个就是不想念经 说个老实话 反正这个地方念咒了 不念了 就是停下来休息了 这个错误的不得了 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 可惜 这些人实在可惜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